上集我們講了在中國歷史上 比較悠久的兩個黑幫 鴻門跟青幫 今天我們把時間拉近一點 來講台關本省級的黑勢力 不過畢竟阿牛哥不是江湖中人 只能憑著資料來跟大家科普 資料有點久遠了 現況也有所改變了 還請大家多多擔待啊 相信比我們更懂得大大很多 歡迎在留言區補充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吧 在台灣的歷史上 日本時代就存在的黑幫 跟本省掛有很大的關聯 基本上老一點的本省黑幫 都是從日本時代傳承下來的 只要商業繁華的地方 一定就有黑幫勢力在背後 畢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這些地下勢力隨著國府來台以後 確實是解散了 但也有一些幫派勢力 在新的市街或是商業聚落形成了以後 用不一樣的形式繼續存在 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 而這些跟著地方孕育而生的勢力 我們一般會用腳頭來稱呼他們 在台灣的一些地區 例如台北市中山區的 這類的腳頭團體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這些主要是在台灣出生的人所組成的組織 比較屬於地獄性的 哪一部很多人都看過的 台灣黑道電影《猛甲》的劇情 常常會聽到自己是廟口或是後避處的 每個區域的首領稱之為腳頭 但其實這兩個字算是被誤用了 腳頭早期指的是 區域裡面所有宮廟的共族 負責區域裡面內外溝通跟事物而已 以今天的說法來講 比較類似管理範圍比較大的村里長 後來腳頭老大一詞隨著時代演變 老大的意思被保留了下來 但腳頭老大四個字被簡稱為腳頭 本來跟黑幫沒有關係的詞彙 變成了地方幫派老大 從大家最熟悉的猛甲角頭來講 主要分布在現在的台北萬華 猛甲從清朝到日本時代 一直都是台灣重要的商業據點 吸引了更多人前來找機會 隨著商業成長你知道的 也會帶來勢力的角逐跟競爭 所以也變相促成了幫派的行程 清代的台灣由於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都往猛甲擠 因為故鄉的地緣關係 形成了不同的分類邂鬥 這也成了幫派形成的起點 後來這些分類邂鬥逐漸演變成地獄性的幫派 例如萬華車站的十二生肖 龍山四口的十九陸軍等等 隨著時間推移台灣的幫派地位 也逐漸受到了影響 特別是在228事件以後 國府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蒙甲幫派逐漸沒落 因為社會秩序重建過程中 政府積極打擊幫派勢力 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現在的萬華有四大角頭 方明館 龍山四口 華西街 頭北處 但這些歷史悠久的老角頭 因為沒有統一長期內鬥 內耗 今天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不對 是到今天的影響力還是很大 接下來說說華山幫 他們並不是一個有完整組織的幫派 而是一個區域 很多小角頭的統稱 從日本時代 因為原本的華山町有個華山車站 因此繁華了起來 大家看到這裡有錢賺 就紛紛往這裡聚集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角頭 後來國民政府來台了以後 覺得華山這個地名 是為了紀念日本總督華山之際 這樣太昧日了 所以大筆一揮 把它改成了中華文化裡面 五月中的華山 這樣是不是好棒棒呢 不過目前因為捷運工程拆除的關係 也找不到華山車站了 華山幫的成員以賭博起家 收取保護費 為事 恐嚇暴力等 犯罪為主要活動 賭博尤其是華山幫的主要經濟來源 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建國南路 中校東路口附近 長年以來就是華山幫的地盤 高架橋下的計程車司機休息站 是北市最大的天酒露天賭場 也是華山幫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啊 台灣早期有據 北牛浦中大湖南七前的順口六 用來形容早期 台灣本土的黑幫勢力分布 接下來要介紹的 就是北牛浦的牛浦仔 被視為本土黑幫勢力的第二名 只比天道蒙遜色一點啊 牛浦在清代是指 牧牛開墾的區域 大約位於現在台北市中山區的 中山北路到林申北路一帶 牛浦幫沒有一個垂直的組織架構 是由同地緣關係的各方勢力頭目 所凝聚的本土勢力 早期主要是霸占地盤 開設各種娛樂事業 就像是歌廳 舞廳 遊樂場 旅館 酒店 應召站等等 前陣子也有鬧上媒體 牛浦幫的創邦幫主 夜幫主的小兒子 介紹了萬哥加入國民黨 引起了絢爛大波 接下來介紹中大湖 大湖仔主要據點是 台中市中華路跟福音街一帶 一樣是一個區域裡面 很多角頭的統稱 因為早期附近有個大水潭 所以有了大湖的名稱 他們壟斷了台中市 中興地區的社勤 補博等行業 他們不只壟斷賭場跟倉僑 餐廳及娛樂業 連政府基礎建設的標案 也被他們給掌握住了 不過後來大湖幫老大 輝哥廖龍輝 被竹聯邦的冷面殺手 槍殺身亡 震驚了黑白兩道 不過至今輝哥被槍殺的原因 還是眾說紛紜啊 接下來就是南七賢 他的影響力 橫跨了高雄 台南等地區 七賢一帶是高雄的深色場所 有一個傳說是 只要高雄的男人去了七賢路一帶 就會自動失聯 有高雄可以幫忙解釋一下原因嗎 七賢幫以前在這些場所 主要是壟斷當地的碼頭搬運 人力車 非法仲介 五國 祭院 不過跟其他市地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有承包保鏢跟維士的服務 可以說是黑道裡面的傭兵團 在美軍駐台時期 甚至有政商名流曾經雇用七賢幫擔任保鏢 由於他們在南部地區的霸主地位 內部出現了利益的分裂 分裂成沙地宰邦 西北邦 三三國王廟邦等不同派系 後來七賢幫的領袖 張省吾跟西北邦達成和解 聯手擊退了三三國王廟派系 那最近比較著名的事情就是 知名直播主延千怡跟直播主大人哥互嗆輸贏啊 雙方人馬連三天在高雄大亂鬥掀起了直播主之亂 意外爆發天道盟的太陽會 想要南下高雄插旗搶地盤 而高雄在地幫派七賢幫西北幫想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串聯組成後裔聯盟 想要仿造後裔設下太陽 言下之意就是要讓他們永不見天日 後來事情越鬧越大 讓高雄警方臉上無光 加上因為大選快到了 所以治安世界也升級到政治層面 內政部長徐國勇親自南下作政 讓宣布參選總統一支川雲縣 千軍萬馬來相見的韓總心聲不滿 認為是在卡韓 碰拼中央官員八仙過海 徐哥則回酸說 如果治安做好誰要卡他啊 讓韓總是氣得直接拔掉 發稱槍擊的轄區派出所所長 這邊我們稍微講一下台中的岩家 大家最熟悉的立委朋友 岩清彪 江湖人稱東瓜彪 他們家族從父親岩淮那一代 因為從事沙史業 就有了地下勢力的資本 後來他接手家族事業 把資本化為了他的資源 成功透過廟宇系統 成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大甲正南宮的彪哥 江湖人士成為海線大哥 所謂的海線就是繼縱冠線以後 產生的新興名詞 縱冠線原本指的是 台北西部幹線跟屏東幹線 後來在黑社會裡面演變成為 勢力不受限於一方能賣廣 涵蓋黑白兩道 德高望重的人物 通常在幫派瀉鬥裡面 擔任調停的角色 而海線則是指影響力 片金中、張、雲、家等 靠海地區的重要人物 其中包括台中的青池、張青池 還有我們談到的東瓜彪、彪哥 彪哥之所以是個大人物 主要是因為他在中南部有龐大的勢力 而且之前的縱冠縣大哥 大多多退出江湖了 讓彪哥成為了現在的當紅炸子機 天道盟是一個本省角頭 是在土城看守所 組成的結盟組織 當初1949年 國府因為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 而撤退到了台灣 在冷戰中美國對亞太地區 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監督跟干涉 讓國民黨沒辦法像過去一樣 只要看到不順眼的人 就動用國家機器把人給蹦蹦了 同時一些眷村子弟 對自己的省籍抱持著情懷 讓政府很難處理一些檯面上的問題 譬如強拆之類的 所以政府扶持所謂的外省掛勢力 讓他們去處理這些難題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竹聯邦跟外省掛迅速壯大 並影響到台灣北部 在地角頭的生存空間 直到江南岸的發生 讓美國老大哥火熱 一個黑幫死裡追殺 居然搞到了我美國本土 隨後政府執行疫情專案 全國擴大掃黑行動 很多角頭都被捕了 但這些陸域的角頭們 絕大多數都是本省掛的 本省進來蹲的都是大哥級的人物 外省進來的卻都是小弟 所以他們覺得政府都偏袒外省的 因此心聲不滿 在獄中感到同仇敵愷 再加上外省的竹聯邦日益壯大 使得他們決定聯合起來 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 幾位大哥在獄中結盟 包括基隆的阿譚 中和的李薄熙 三重的蕭濟公 彰化的阿布島 新竹的林敏德 以及高雄左營的鴨霸 而他們遵台北文山的羅浮柱 為第一任盟主並擔任監事人 口頭宣布結盟 口號為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當時叫團結同心聯盟 後來其他地區的獄中角頭老大 也都相繼加入 例如高雄的楊登奎 大谷的侯貴生等等 隨著時代的發展 1990年代的天道盟 也逐漸自我提升 當時政治政府推動 八兆的六年國兆公共工程計劃 天道盟轉而介入公共工程的微標 股票炒作 房地產 媒體報業 後來因為股市長期開紅盤 賺了一筆資金 所以轉向投資船運 期貨證券 娛樂級影視業等等 並成功介入全國的政治選舉 後來推選天道盟的靈魂人物 羅哥當選了立委 成為台灣第一位 選戰立委的黑社會人物 成了很多黑社會的榜樣 而造成了最近不斷被提到的 黑金政治 黑道之國 不過羅哥其實很不喜歡 人家說他是黑道立委 曾經因為一句黑道立委 台北縣立法委員廖學廣 在戲子家中 被天道盟的朋友 請到林口山區泡茶 發生當時震驚社會的關狗龍事件 事後廖哥一口咬定 這是奪扶助跟天道盟幹弟 雖然證據無法顯示 動手把廖哥關狗龍的涉案人 跟羅哥有關 但後來警方查獲的涉案人 卻都是天道盟的成員啊 不只廖哥 邱宜仁 張靜成等民意代表 也曾經被羅哥動手警告過 羅哥卸任以後 因為炒股跟偽造文書 被法院判刑四年叮演 隨後就人間蒸發了 2018年有媒體拍到他改名換姓 變成了副駐 在深圳擔任大有鋼鐵董事長 確定潛逃到了淪陷區 如果羅哥想要回台灣的話 可能要等到2030年 到時候他已經87歲了 當然提到台灣的選舉 一定會講到地方派系 那地方派系跟腳頭又有什麼關係呢? 地方派系在某種程度上 就是地方的商人跟資產階級 就像之前有說過的 有錢的地方就會有人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 比起政府 地方派系更具備這種 實現財務重分配假象的能力 一方面是因為 建立在鄉里跟血緣之上的地方派系 更容易塑造輿論 另一方面 他們實際掌握地方的經濟命脈 對於他們而言 也許哪個黨執政並不是那麼重要 只要能讓他們永遠有錢賺 勢力永遠在 那他們就會支持誰 下一集我們會聊聊民國的外省掛勢力 如果喜歡這種不會被寫在課本裡面的歷史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有能力的話也可以按下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產出更多的內容吧 我是學起筆記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